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它设置的主界面 第一项是选择样式 它默认是黑色的 就是这个样子 还有白色 红色 玻璃 玻璃是这种半透明的效果 罗马 伦敦 老伦敦 我开始用的是黑色的默认的样式 用了一周 现在开始用最后透明的样式 这个也不错 这是一个免费的小转件 下面分享一下如何获得 如何设置安装 我用的是华为 Mate 20手机 在华为自带的应用市场里就有 如果你用的是其他品牌的手机 看一下手机自带的应用市场 应该也有 搜索clock CROCK CROCK 往下刀就是这个 时钟部件 冒号 CLOCK 这个软件的版本是1.5 2019年5月16号更新 开发者是EGERT 得分是3.9 安装之后 这么来调用 首先进入桌面 长按桌面 或者是双指捏合桌面 会出现这个界面 这个界面 下面有一个窗口小工具 窗口小工具里面 第一屏就有一个天气和时钟 这两个是系统自带的 我们往后倒 在后面 有一个时钟的小工具 小布件 我们找一个空白桌面 点一下这个时钟 它就会上去 但是默认的尺寸比较小 长按这个图标 会出现上下左右四个点 然后可以调整它的大小 这应该是最大了 最大是这样的 还可以把它挑小一点 这样感觉更舒服一些 好了 这个视频就分享到这儿 希望对你有帮助 我是阿柴 我们下次见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